教育部这个月初接待阿富汗政府官员引发批评 不过教育部强调 政府接待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的举措没有不妥 一切符合政府援助阿富汗的政策 教育部发文告强调 阿富汗代表是在外交部的指导和建议下来到我国 并获得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支援 在整个访问进行时实施安全检查和持续监测 教育部已经向阿富汗官员展示我国包容性的教育体系 教育部重申致力于维护妇女和女孩接受教育的权利 也准备好提供阿富汗医疗保健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 符合首相去年的声明 那就是加强和阿富汗的合作 教育部重申致力于维护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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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部重申致力于维护妇